我们通常在制作简报之前 我们在制作简报之前 你应该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Word文件已经设计好了 对不对 例如说好了 你的主委他已经做好一份Word文件 跟你讲说下午我要去行政院开会 麻烦你先帮我把这个Word文件变成简报 可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主管 可是他的那个报告 也就是用Word打好的报告 他已经做好了 可能后后的100页 100页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文字 可是他希望说你能够快速的把它变成简报 所以他就会说 你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 应该要全部都放到 放到什么地方去 放到PowerPoint的里面 所以如果您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先不用照着我做 例如说假设你现在要去做一份 就是简报 例如说Office40招 40招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新增 这个地方放置的就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简报这里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 我这边是不是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复制 然后到简报这边贴上 然后接下来又到Word这边 然后是不是把简报文字什么什么 然后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又到简报这边贴上 可以吗 那请问Word这边 这有多少个标题 这边有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七七个标题一 你就要贴七次复制贴上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四十个标题二 你是不是要贴四十次复制贴上 我们现在来教你七秒快速完成 这里面四十七个的复制贴上如何快速完成 好我们回到Word这边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标题一的文字 标题二的文字 这个标题文字都一定要先设定好 因为我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一份Word文件了 可是你现在只有文件 只有Word文件 你没有一个所谓的简报 可是你现在要快速产生简报 你必须要用到Word文件里面这些标题字 来去做简报吧 好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好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把那个功能叫出来 这功能放在这里 档案要跟着我做了 请大家都打开Word了 请大家都打开那个Office四十招这个档案 一定要打开Office四十招这个档案 因为它里面的标题都被我们设定好了 好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是Word的标题传送到PowerPoint的 所以请问这个功能一定写在Word里面 对不对 Word的传送标题给简报 所以功能一定是写在Word里面 不是写在简报里面 简报是接受的 它是贴上的部分 所以一定是写在Word里面 所以点选Word的软体里面的档案选项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会看到Word的选项 Word的选项里面是不是有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是哪里呢 就这里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就是我现在把那个功能叫出来 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方便大家等一下只要点一下就好了 好请问一下 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它有一个隐藏版功能 以前有 现在把它隐藏起来了 所以隐藏版功能放在哪里 放在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可以吗 当然去所有命令里面也找不到 可是麻烦请找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你看这边好多功能 还记不记得 如果你以前曾经用过什么Word的 也是要抛困的这些图示 全部都把它隐藏起来了 来卷轴 这个一定要切换到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然后卷轴请拉下来 拉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大概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卷轴往下拉 拉到这个位置 这个卷轴控制钮 请拉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对就是它 然后新增进去 新增 这个点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然后新增 可以吗 点这个新增 就新增过去了 等一下这边就会多一个功能 叫做这个图示 好了吗 赶快动手做一下 选轴拉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然后就应该可以找到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然后点这个新增按钮 好它就进来右边了 请点选确定 好各位 这里面是不是有47个标题1加标题2 我47个标题 对不对 本来我们是不是用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你是不是也可以做完 可能花三五分钟 手脚快就做完了 对吧 可是做完一定100%正确吗 你不敢保证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点这个图示 点一下 我们来倒数7秒钟 1 2 3 还没有做完 4 5 6 7 还没有做完 因为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用什么PCC 因为我觉得这些防毒软体挡住了 因为它要不断的传送量 它软体之间不断的把Word的功能复制 然后贴过来 所以这边速度可能慢了 可是真的我在之前将Ogrease2010的时候 这个是标准的功能 很快就做完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我在PowerPoint的 有没有看到多了一份这个简报 可以吗 你看一下 这个简报里面应该有多一份 有没有看到 成功简报关键片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这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也就是说 我有7个标题 这边是有7的